自动发射系统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讨论到了 子弹还有 particle system 其中子弹呢 我们的声音也放上去了 然后烟雾系统也放上去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炸弹 这个大炮 大炮呢 我要把它附加 我们的自动开火系统 自动开火系统的话呢 是在enemy package里面的scripts 我们来找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autofile 好 那么这个autofile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player 我们的目标是谁 那这个当然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grinning 这边我把它移过来 好 现在我就把它移过来 我们的目标是它 OK 第二个 我们的bully 我们的子弹在哪里 我们的子弹呢 就是在我们的prefet里面的 这个 canon 好 那你会看 为什么附加不上去呢 原因在于 我们的子弹没有regi body 所以我来做一个regi body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再回到我们的 大炮这边附加程式 子弹来源 这一个 过来 开火的 你要从什么地方开火 我们的 我现在把它放大 你要看 我们去下载的 我大炮分为这几个部分 我把它展开来 第一个是炮管 过来 这边是两个支架 过来是这个支柱 然后过来是它的这个炮火球 炮火球 你要从哪边发射 我们要从炮管 所以你这个下载的 我们去从网路上下载的 这个 不管是机关枪 还是什么都好 它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发射的点 如果说我今天选的是 其他点的话 像有些机关枪 它是整个包在里面 那就没办法发射 所以必须要试试看 好 那我们再来 往下 就是说 我们到时候是指定是这个 炮管 第一个 那它说发射点是哪一个 我要从这个炮管发射 分子系统是哪一个 我们就把它做同样的 子弹也是这一个 那这样的话 是否可行呢 我们来看 好 那它是一个静态的 我们必须要靠近它 等一下我再解释程式 必须要有个距离 你看它会 它会对准它 好 那 这时候呢 它就会发射 因为我这个炮弹座太大 可是没声音 我们来看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是出在 我们子弹的地方 所以这个子弹呢 我的附加程式 子弹的附加程式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有烟雾系统 然后这个子弹的声音 除非子弹的声音不对 那我再来试一下 这边有 在enemy的package里面 然后有sounds 看一下 不然是我们换一个好了 aim for sound 好了 好 再来试一下 那我会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是静态 它会自动侦测 好 它会自动侦测 然后会转向 我从它旁边过去 它就转向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声音的问题在哪里 好 问题应该是出在子弹的地方 我们到prefit 然后看一下子弹 好 问题出在这边 我这边有赋予 算是我们的程式 有赋予它声音 可是我这个子弹 本身并没有挂声音 所以当然就没声音了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声音给它 那声音我们用的还是 enemy package里面的sounds 这里 我们跟它一样 好的 enfor sound 所以我就把这个enfor sound 这边 放在下面来 因为它本身要有声音了 然后这个程式才能够 取自它本身的声音 好 我们再来play一次 好 然后我就 靠近 往前走 好 这时候它就 发射声音了 好 可能 录音可能听不到 不 这边是有声音的 好 暂停 好 那暂停完之后呢 事实上 它这里面已经付给我们很多东西了 我们都可以用它的了 我们从 这个声音就 声音就这样子 但是像这个大炮的话呢 像它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particle system 我们可以用它的 我们就到它的工厂 enemy package 这边 它的工厂里面呢 它都有这个 有一个fire 这里 好 我就使用它 因为它这个 粒子系统 我就用它的粒子系统 然后 它的子弹 事实上它这边有子弹 它子弹是这个 enemy car bully 这边 我就使用它的 bully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都用它的 但是我们得知道 原理它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 那事实上我们去 s store的话 unit store的话 有很多 子弹就变小了 那个粒子系统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去让它打打看 好 好 那么 以上呢 就是 自动炮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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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